我国新冠疫情一发不可说是 不少民众就担心正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的亲人 吃不饱 穿不暖 就一直奔往医院向挚爱家人递送日用品 福利局促请正在隔离观察 尤其是带着隔离手环的民众停止这么做 因为这种自私不负责任的行为 势必提升前线人员染疫的风险 福利局官员拉马坎蒂兰表示 他了解民众担心确诊家人的衣食住行 但是这不能成为典当1300名前线人员安危的理由 他披露 有鉴于近期病例暴增 医护人员每天就得帮忙转送超过300代的委托户资 更夸张的是 只是住院10天的患者 却收到了多达一个月份量的户资 为了控制转托户资过剩的情况 沙登博览馆方向医院管理层 今天且缩短开放时间 民众只可以在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递送药户 奶粉以及尿布三种必需品 当局也会根据个别病患需求 斟酌通融家人交托其他日常用品 民众可以浏览方向医院官网 以了解更多关于病患隔离的详情 ifting所进去 繁富 荡山 famili